来 这是发的路 一起到大西里班 欢迎大家来到同志县十几城秦八城 这个地方海帕是一千多万名 我们身后这座大山 有两万多梦的房子里 请去看我们地上的这个绳子 都长出来了 走我们大家一起踩山 张师傅 您背个空背楼去一会下山背得动吗 别担心 今天我们实习的方竹笋做青柜下山 夜下 在贵州省童子县 施西镇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青霸山上 漫山遍野的方竹林里 两万亩破土而出 悄然生长的方竹笋迎来丰收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笋农们采完竹笋后 不用再人工背头下山 而是可以乘坐一条三千余米长的青柜 轻松下山 我踩山已经四十多年了 原来我们一直靠肩膀个背 从山顶北到山脚 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北到公路旁 一趟最多百个七八十斤 甚至是要是走上坡 那个腰根都弯到土里头去了 走下坡路有河 但是把一膏子打下去 绳子摔坏了好心痛哦 轮还不是最难的 关键是采绳子啊 是很有讲究的 过了这个火石的季节 采来都要不得了 都叫不动了 我们就卖不出去了 这市场走不动了 他都没个药 张国刚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财损难题 2022年上半年 童子县林业局和楼山产头集团 提出在庆巴村修建一条轻轨 得知消息后 当地村民特别高兴 为了方便修建这条运输轨道 村民们共同出力 提前开辟了一条山路 今年八月 轨道建成正式投用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绳子出来了 就开始正式投用轨道了 我们就复杂自己把绳子搬上去 只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运到我们的公路边了 再用车子拿走 省事又省力 你别看这个箱子不大 一次还可以装八八多斤 有了这条三千多米的轨道之后 我们踩省的省笼 一下子就轻松起来 一天要拿五六四车 二十多灯火 现在一天整晚 我们就备个空背头 轻轻松松地回家了 贵州童子县 有着中国方竹笋之乡的美誉 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 原生方竹林资源 遍及权限 近年来 该县施西镇通过实施低产林改造 对原有地理条件较好的方竹林 进行精细化管护 选用优良种源带双育苗的方式 提高方竹的产量和品质 如今 施西镇方竹林面积已超14万亩 方竹产业从业人员余6000人 该产业已成为施西镇振兴经济的主导产业 记者了解到 目前 童子县正在建设中国主损交易中心 明年还将建成大楼山方竹产业综合体 届时 童子县方竹总产量将达到10万吨 方竹产业可实现10亿元的综合产值 童子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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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县